講完一大堆對不對 假設他是有毒的 那你先假設 那我先承認 第一個 我在塑班博班 我們做實驗 我不穿實驗衣 但是沒關係 我現在是老師 不可能我會被罵你知道嗎 所以就故意在拉你上鏡頭就穿給實驗衣 不然其實 但是未來你到企業去 你到研究手續 你自己做決定 好 你做決定 看那個環境 但是平常看阿雲不穿實驗衣 突然穿實驗衣就提高警覺 因為今天可能有毒 或者有害了 好 來 脫手套的時候 通常養成習慣 穿手套有另外一個做法 通常有兩種 一般手套跟無菌手套 無菌手套我那邊有 我自己花錢買了一些 那到時候跟大家講 怎麼穿無菌手套 脫無菌手套 脫手也是另外一種 好 來 我現在一個做法就是說 假設我這邊有 有毒微生物 有害微生物 那脫的時候一般而言 會從這邊 好 抽取一下 這樣子抓起來 來 是不是過程當中 沒有碰到 這個的沒有碰到 假設我的左手手套 有一些毒物的東西 我沒有碰到我的東西 或者化學有品 第二件事情 把我特寫一下 因為手套不太可能緊貼 都有一點空隙 伸進去 從內部 捲起來 OK 如果它是化學型 有害物的話 還好 就看怎麼處理 因為它量很少 好 如果它是微生物型的時候 一般我們會丟到滅菌服裡面一起滅菌掉 這樣子 OK嗎 好 OK 好 那就 你脫手套 那不錄影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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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